再來看新北沖客 村口在在做日發生大火之後 今天載去二樓三樓 還有電子產品在燦煙 小風情園是趕快來煮水港溫 如果針對這次火災造成的空屋 新北市款保救是要依照空屋法 來給他們開發 十萬支五百萬塊 另外在台北市的款保救 是繼續在檢測溫山區的空屋 也有出動拿水車來檢查營養 成立港祖一直進行 現場指揮官尋規代理局長的心情園標示 一樓最健康才能讓消防人員 還用23樓來噴水港溫 經過入住回報電子產品的尊重 還要開過一天才能完全成立 二三樓的物品要三天後才可以處理完 所以我們要這三天都還要再繼續評估 新北沖客人員也繼續修理現場 鑑識空氣品質 為疑似可以看到相關有害物質 以往有期不減出 不過趁口火災作成空屋 現場客人員對入住表示 違反空屋法的三十二條 相當可以發五百萬 這都是把五百萬 是十萬到五百萬 趁口入住沒有願意接受 空屋鑑識車來到文山區 鑑控無量的變化 他目前的數值其實都在範圍內 不過這次火災恐怖 正就是旁邊的台北市民 去不斷 會在文山區立場又要求 將來發生燒傷的事件 市府不可以再完成 當地發生了什麼樣重大的一個公安事件 以至於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樣的資訊 我覺得必須要非常迅速快速的來傳遞 正對不來遭壞的時候 通知市民討好 台北市環保教是表示 將來會有精進的作法 那我想我們會跟其他縣市合作 就只要發現有火災的話 尤其像工產的火災 就趕快互相通知 那趕快就告知百姓 還有三百市民關心火災 過了後的三千 熟清化骨髓的孵化氫 三百環保教都在水體空氣當中進行檢查 共調隆度是零 請民眾不用怕嚇 記者林前文 五月報林志堅中良上 申報